今天我打算和我妈妈的老师告白 妈妈的老师啊 那你们这个年龄差也太大了 没有没有没有 他才二十季 然后他是我妈老年大学的美术老师 他长得很帅的 然后朋友才华有一米九呢 哇那你跟他告白 你妈妈知道吗 我妈妈知道呀 但是他觉得 人家肯定看不上我 所以我就来找你们帮忙了 哇好高啊 哈喽 是小静老师吗 哦是我 我们是王阿姨叫我们过来的 然后就很简单的 就一个街头写采访就好了 然后我就写 然后王阿姨跟他女儿都在等你 对 对 那快走 别还能等她一久 哇你今天穿得好漂亮 是不是有点小心机 多少有一点 你跟莉莉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我跟我阿姨关系比较好 然后她总是叫我去大家吃饭 然后就正好认识了莉莉 她在你心中是个什么样的男生 嗯她是一个性格好 然后温柔很体贴的一个人 王阿姨不是想撮合你们俩吧 嗯 应该不至于吧 你说他们家条件那么好 然后莉莉又漂亮 找什么样的女婿找不到 小静哥哥我喜欢你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嗯 跟我在一起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房子车子我都有 哇你你这个是谁能抗击的了啊 天呐 那你有没有想让莉莉做你女朋友啊 其实你要说没有呢也不是 你要说有呢还真有点 哈哈 还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看到莉莉了吗 看到了 快去 我去打个道路 爱更快乐 如临的天涩 我牵着你的手经过 等很久了 嗯没有 哦哎王阿姨呢 哦我蛮有事先回家了 你今天穿着身儿挺好看的 什么意思我平时不好看吗 啥意思啊 哈哈 没有 我觉得她不管怎么样 在我心里都是最好看的 哈哈 莉莉哪里具体好看 快一下呗 嗯 从里到外确定上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么离这么远啊 稍微靠近一点啊 嗯 哦对了 你不是之前说你手机卡了吗 嗯 我给你买了个新的 这当生日礼物了 啊 这 这礼物太贵了什么 这我不能要啊 啊你就收着吧 嗯 快到我过生日时 你再给我买我喜欢就行了 你感觉你们俩好熟啊 认识多久了 认识差不多半年了 那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记得有一次 我当时发烧了 然后她不得要说上我家给我 给我做汤喝你知道吗 然后我汤一喝之后 她才能把厨房炸了 我觉得以后做饭这种事还是交给我吧 哇 男生你好会啊 哈哈 如果用一种动物形容对方的话 你会觉得是什么 长颈鹿 哈哈哈哈 为什么是长颈鹿啊 因为它很高 然后 嗯 长颈鹿在动物园里很受小朋友欢迎 它在学校里也很受欢迎 没有没有 我只是比较受爸妈的欢迎 哈哈哈哈 那男生呢 嗯 猫咪吧 比较黏人听话可爱 哦 哈哈 那你想不想摸摸小猫咪的头啊 哈哈 哈哈 是你那么看见的 什么感觉 那接下来咱们就要玩个游戏了 隔着扑克牌 轻轻十秒 哈哈 我要离开这个美丽世界了 啊 哈哈 都会变成我们 的纪念 oh my god 我不是恋爱了 这个是就像我个 而是为我 总在呢 知道 我 你 啊 啊 啊 哈哈 哈哈 好轻上去啊哈哈哇哇 男生你紧张吗 我希望 哈哈哈哈 什么心情啊现在 现在感觉大脑一片空白 哈哈 软吗 哈哈哈哈 哇宝子你刚刚好勇敢啊 那是当然到遇见喜欢人当然有勇敢一点了 所以你刚刚吃上去是什么感觉 好开心 你对莉莉有没有心动的感觉 你要说没有吧那肯定不是的 就是只要她妈妈是我的学生嘛 所以我在想 会不会不太好 你觉得她对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是有的吧 她每次去我家都会给我带我喜欢吃的东西 我还挺开心的 其实她今天是来给你告白的 真的 对 那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速度领证结婚吧 然后 这次小孩给我妈带 哈哈哈哈 你们觉得现在谈恋爱难不难 挺难的吧 就是感觉参加了工作之后 会很少认识新的异性 而且我现在很多区域都担任她 好那我们现在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 还有什么话想和对方说吗 嗯 其实 等一下 莉莉 其实我知道你今天要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 告白这种事情还是由我来说吧 啊 就是 比如说我第一次和你妈妈上课的时候 见到你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我这个人嘴笨嘛 也不会说那些 所以莉莉你愿意 和我在一起 好 我这个太新奇了吧 哈哈 二主书都鸭子飞了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跟你说 就是我那次生病其实是我装的 我们两个 你遭遇了 我是想看看你会不会关心我吗 除非你的男生太多了嘛 我怕 还是得有一点小心机嘛 对吧 哦 所以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了 所以 情侣啊 哈哈哈 那情侣的话你们应该是怎么样啊 抱一下 抱一下 就抱一下吧 哈哈哈 不动一点吧男生 那是为了 那是为了 我爱你 那是为了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